李渊姐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事 小鸭 你先看看这车 能不能入你的法眼呢 这车不错呀 是我的菜 那行 那就好好谈 这个客户我可得罪不起了 你放心吧 就凭这车 我得跟人好好聊聊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电台的DJ 王小鸭小姐 这位就是邝晓军 邝先生 你好 行 那你们就单独聊聊 好吧 吃点什么 随便 都行 服务员 拿单 都已经进去两个多小时了 这回应该行吧 要不然的话 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有个戏啊 我先挂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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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行吗 烦死了 为什么呀 你看他那表了吗 正版的老律师 被他带出了山寨版僵尸单队的感觉 我真是够了 好 好 那你 那你 干嘛刚才还跨着你胳膊一块出来啊 相亲不成情义得在 那怎么能聊那么长时间啊 我给我的栏目拉了两个广告 不厉害吧 行 这样小鸭 我有点事 那我就先走了 再见 我 我跟你聊聊我那广告啊 下回吧 收入不好不要 个子不高不行 长得像张东健一样的他都嫌 张东健啊 那可是大部分人的偶像啊 现在倒好 手表他都挑了 还跟人拉上了广告 我对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 你就别再折腾过了行吗 我不准备再伺候了 哎 姐 姐啊 让他自己去找吧 我真的不想再挂了 你少来了 我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呀 行 我不陪汪总打高尔夫 去姐夫公司行了吧 真的 但是你必须给我 把小鸭的事给我搞定了 行 那我再努力努力 这贼机那样 跟姐妹之间还给我弄这个 我的天哪 长成这样还敢出来相亲 这不吓唬人呢嘛 低调点 咱这都是违规的 太丑了 太胖了 你说你受得了吗 我看你先别看了 小雅 我觉得我还是先跟你好好谈谈吧 韩芷 姐 你看着她了 她可不合适啊 这你就不用考虑了 她伤害过的女人啊 能排满两条街呢 真的 我觉得吧 像这种男人 没有几十个女人为她伤心一绝 那也太奇怪了吧 我本来没觉得跟你们这些 八五后友代沟 所以才叫净化吗 我觉得吧 就她了 谢谢你啊 依林姐 我帮你渗透渗透 都多长时间了 您怎么又想起来接见我了 最近遇上一个比你还难伺候的 就想起了你 我还以为我上次说话得罪你呢 正准备这两天不行啊 我打电话给你道歉呢 我哪有那么小气 真是 跟林伟怎么样 先不说她 不对吧 上次您可是说 你们俩的信任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 啊 啊 什么意思啊 怎么看你这表情 有点幸灾乐祸啊 那 什么事啊 您请我喝咖啡 给你介绍对象呗 我还能用什么事啊 这反了 那应该我请你啊 说正经的 八五后 电台DJ 你觉得怎么样 不是 电台DJ挺好的 八五后我就算了 人特别可爱 天真活泼 亮丽极了 特时髦 见见吧 带勾 这么宽 那这不是一路人哪 就知道你会排斥 所以请你喝咖啡嘛 你就帮我一忙 你就见见 说不定见了面之后 你还觉得特喜欢呢 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介绍对象 还算我帮你忙 你们婚介所是改自占机构了 这事吧 说来话长 行 我就不跟你啰嗦了 总之你得答应我 去见见 你这说的 你这说的我还真好奇 这人我必须得见你 不过 还算是帮你忙啊 行 真的 我想想啊 见面地点 见面地点 游乐场吧 能换个地儿吗小鸭 别地儿不行 你想想看啊 之前多少白富美 冲着她这高富帅 想在她面前装成熟 性感妩媚的 我当然不能跟她们一样了 我在她面前啊 就应该撒开了玩 一点都不装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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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检查一下看怎么样 你还能不能玩啊 没问题 那咱下一个 够 有苗子上面那个 你们一定没打着 打人家下一个下来吧 来 这边 帮你提去 走 老公 有点紧张啊 干吗呀 怕跟你姐夫丢人啊 怕呀 怕那你就别去了 其实我觉得汪总人 人挺好的 人不错 你想像上次 妈去闹过了 我就这么走了 没跟他说一声 再回去人家也没说什么 孩子 没事 哪天我跟他喝顿酒就过去了 你呢 安心面试 我这回来吧 主要也是为了 满足我姐的一情愿 梅儿 姐夫来了 姐夫 姐夫 她紧张 我在呢 什么好紧张的 是 梅儿 上回你们开业 我们有时间去 我东西呢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什么呀这是 看看 哎呦 几 几件手套啊 这个 你俩 现在关系有点密切了吧 好 好 好 来吧 别紧张了吧 哎呀 知道了 我觉得你的学历 其实还得以 有你姐夫在也不用担心 你的简历他们也看过了 林海出来的律师 他们是认识的 你别紧张 我不紧张 嗯 这 嗯 林林姐 我跟你说啊 这个特别好 啊 我也没想到啊 她今天陪我玩了一天了 我说玩什么她就玩什么 对啊 对呀 她一点大老板的架子都没有 哎 这个鸡品高富帅就归我了啊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不等着我呢啊 好 好 好 可以吗 可以 你怎么样 玩得高兴吗 嗯 特别高兴 高兴就好 小鸭 我说句实话 你 你别生气 这个 我对八五号啊 确实 没感觉 我也不想骗你 那你刚才陪我疯那么久 干什么呀 这不也是 会让你高兴吗 咱们都是好朋友 还有这些 你喜欢我都可以买给你 但是谈这事真不行 没想到你眼光还挺高的 我接触人的算是比较多 这女孩子们 修性感的有 装可爱的有 像你这么 帅真直爽的 还真不多 你确实很优秀 尤其刚才给你拍照片的时候 我看你在旋转木马上 夕阳照在你身上的时候 非常美 可是 你确实不是我的菜 没事儿 你不请我就不愿呗 可是不过呢 咱俩的缘分已经到了这一步 要不你帮我个忙吧 你身边一定有很多 像你这样的高副帅吧 你给我介绍一个呗 小雅 我必须给你个终告 别老盯着有钱人 人有钱 难免就有臭毛病 没钱的 说不定臭毛病更多呢 你别那么小气 给我介绍一个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执着呢你 哥哥 买一朵花送给姐姐吧 送给你女朋友好不好 那我买朵花送给你 你听我的 好吗 来 你都给我吧 够吗 够了够了 谢谢哥哥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你谢谢你 我可以跑一项 回去吧 我快走